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是有关系的 都是各种帮帕 推上来的人物 所以老毛的五虎四海 纯粹是乌龙老百姓 老百姓来认为 这是五虎四海 因为你各个三头 不来一个人 那个三头你不要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东北也有 华南也有 新四军陈毅 打仗打得一塌糊涂 写个小时还可以 他也是原算 为什么 平衡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到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时代 就是习近平开始用自己的人 那我在二十大的时候 不写一篇文章吗 叫赢家通知吗 对不对 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 就是北家争宠 北家争宠 因为大家都认为 那个时候习近平不行了 李克强要上了 对吧 结果跟大家讲的完全相反 相信了完全相反 因为为什么 多数人对政治缺乏 基本上的了解 没有这个信息 中国媒体也没有 西方媒体呢 对这样的消息也比较少 海外就给了一个造谣的一个 巨大的空间 对 因为你黑箱嘛 我这个你来黑的 对吧 这正好是一个两集 两集谁对谁错 我们先不就讲它 但是呢 我们做评论事实性的东西 基本上要搞清楚 所以上一次的这个节目中间 播出之后 有些人就说 哎 我认识了个照片里面的人啊 不是李奇 也不是这个 蔡奇 也不是李希 也不是丁学强啊 是徐国曾啊 说是这个当过中央裁判 这个副主任啊 这个不是那几个人啊 对吧 所以呢 后来我就上个星期说 我们要做一个纠正的节目 来讲一讲这四个人到底是谁 对吧 那后来我就把照片拿过来一看 首先呢 我也没看清楚 甚至李强我都没看清楚 太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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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故意让我们呢 搞模糊战学 但是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如果80年代 如果90年代 如果是2015年 2005年 这四个人不可能在一起 为什么四个人不在一起呢 如果是2015年 这个李希好像在延安 延安什么什么什么 地委书记还是市委书记 对吧 然后这个2015年丁学强还是在一个 上海 什么人事局啊 是什么外来 对吧 还是杂北什么什么 是杂北还是叫什么 是一个什么区 区里面的一个什么领导人 这个可能性很低 这四个人 拿到那个时候 就凑到浙江一个什么地方去了 对吧 那根据我有限的了解 那么这个丁学强是习近平 到了上海就认识的 到了上海就知道 哎 这些人不错啊 这个人不错啊 其他人都是上海人 比较滑头 比较 比较体面 来应付你 但是不会真心跟你交朋友的 哎 丁学强啊 那就表现了一种 东北气质 热情真诚 对 其实他是上海人 他跑到东北大连什么 都说 大连是哪个辽宁吧 对对 辽宁 所以他有一点东北的好爽之计 所以老习比较喜欢 后来就把他这么提判出来 你说丁学强呢 真的做支撑飞机上来的 对吧 真就是常委 所以 那么李希呢 是后来 到了这个 上海市委 当什么 组织部长 市委副书记 然后 后来到什么 广东 当这个 这个 这个 省委书记 还在辽宁当过省委书记 成为政治委员 那么 在2015年 怎么都看不出来 他们四个人怎么会凑在一起 嗯 所以这个说 所谓四人帮 纯属是 借骨奉金 借尸繁魂 对 不存在这个事情 那个四个人里面 现在 有朋友就说 只有李强呢 那真的是成为了今天的人物 丁小二 对吧 其他三个人呢 就没有成为 按照我的 策略的 想象啊 或者是一般性的了解 那四个人实际上 我也 后来问了一下朋友的朋友说 这四个人 李强是真的 对 李强是真的 其他三个人呢 一个 三个人其实都退休了 都退休了 徐国珍 好像是调到中央 裁办 本来应该升上去 后来搞了一个什么 到哪个部组 当了一个基金组组组长 然后后来就退休了 另外几个人早就退休了 一个是当过这个 杭州市长 杭州政协主席 退休了 一个人是 后来当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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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广播电视厅的 党委书记 也退休了 但是这些人 确实是 习近平在 浙江时候的 大秘书 或者办公厅主任 有一个是 习近平当过 浙江省省长嘛 对 常务副省长嘛 他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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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理副省长 得理省长嘛 省长嘛 后来是省长嘛 那么他在其间的 省办公厅主任 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还有就是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是这样 这个 省委办公厅主任 他们 就是说 基本上是他的秘书班子 秘书班子 因为 这个 李强那个时候 也是在省委里面 好像担任秘书长 还是担任什么角色 好像是 我就得忘记了 就基本上跟自己的 大秘书在一起合影 就搞成一个四人帮 现在你看中国的官城嘛 附近上来不少 对 浙江上来不少 这个 上海上来不少 但是你仔细去研究一下 没有说你认识习近平 就会升上去 更没有说你当了习近平的秘书 或者当了习近平的部下就上去 他在下面有多少认识的人 他在福州有多少认识的人 他在宁队有多少认识的人 他在浙江杭州有多少认识的人 他在浙江杭州有多少认识的人 他在上海多少认识的人 政治上去就几个人 没错 知道吧 所以这是一个外面的一个 一个局解 对 造谣没有问题啊 造谣也是一个娱乐的一部分 但是你造谣吧 要靠谱 有个有据 至少比如说彭路易怎么样 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讲过 习近平跟彭路易说什么话 你造谣我们根本不知道 对吧 但是你说这个照片 谁谁谁 而且是后来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四人帮 那你就要讲一讲 2015年他们四个人怎么在一起了 对吧 无论是80年代 90年代 和2015年 他们怎么在一起呢 但是这四个人 确实 跟习近平有非常特别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 也 重复讲一下 实际上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 你比如说李希 李希为什么能够提拔上来 就是因为李希是呢 甘肃两当人 两当人就是当年的习老爷子 习仲勋 所谓闹革命的地方 其实走清街 那个两当人到现在为止都在几万人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小都不能在小的县 你说那个县里面有多少兵啊 没几个兵啊 有几杆枪都是鸟枪 没有子弹的 不要说我没有子弹 连薪水都发不出去 知道吧 所以老西跑到这个地方 只把山东他们一下闹革命 所谓闹革命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后来就 改变生活 后来就演变成为一个 定定了 西北革命工具地的一个决定性战争 完全是下边的故事 习仲勋当然是很了不起 有革命的功劳 但是你不能浮夸当年的世界 习仲勋啊 但是呢李希正好是两当人 就是 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好 更重要的是李希的 这个老板叫李子祺 甘肃省委书记 他老人家呢 那个时候有些老干部很有意思 很讲义气啊 就是你倒霉以后 他会来看你 来帮你 所以后来 那个老干部一得事 就把你提罢了 有的他确实有革命友情 就曾把曾经理 李子祺什么角色我不知道 但是 习仲勋被邓小平欺负之后 被贬到王东 或者在北京期间 闷闷不落的时候 李子祺经常带他去看老爷子 老首长 我还是你的兵 这个时候大的一个小子 就是 李希 9月9日李希就是 习家的干儿子差不多 所以 习近平在上海当市委书记 这个李奇 在这个 又不是李奇了 就是李希 李希 李希加蔡奇叫李奇 别跟这个华尔街 李奇就在一起了 这个李希啊 他在 营养市委书记 居然搭到一个班子 到上海的办码头 大哥 我来了 干弟弟拜干哥哥 对对对 就这么一个味道 所以李希啊 能力不怎么地 但是呢 人是 对于习家来讲 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对 得到中心 所以他就升位了 现在中纪委书记 后来到 这个 东北当了一个省委书记 然后再到广东省委书记 然后这次称常委 那李希 没有当年的 这种西北李子杰的关系 怎么可能呢 对吧 现在可能早就退休了 那么这个 确实是一个关系性的角色 他在广东 也是做得比较平凡 比较平庸 另外就是 这个蔡奇 蔡奇呢 也是比较奇怪的 这个人也是 运气好 她也是下方知青 回来之后 到了省委工作 不知道莫名其妙 到了省委办公厅了 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新的书记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这个 福建好像出现了 一些案子 中央就准备从外地调人过来 把原来的福建邦给打掉 这个时候从甘肃调来的一个人 这个甘肃调来的人 正好是李子杰培养的 这个就是后来的福建省委书记 而这个省委书记呢 的秘书正好是蔡奇 那个时候的这个 习近平还在下面工作了 省委书记的秘书呢 是牛红红的 号称二号首长 对 但是呢 二号首长最知道里面的猫腻 他的老板只要跟他交代 我是甘肃来的 李子杰怎么来的 稍微暗示一下 蔡奇就知道 要对这个习近平好 这一好 就垫垫了这两个人的铁杆关系 对吧 现在蔡奇等于是 副总书记 没错 这么一个角色 如果蔡奇当上没有陈光毅 这么一个暗示或者是明示 他对这个习近平 没有好领事 什么是可能的 对吧 但是他至于 你说蔡奇就这个样子 所以蔡奇现在是名副其实的 西夏里上 而且蔡奇跟这个老习 关系之后 好在什么程度啊 他在浙江当一个什么 第一地方的这个书记 彭里云两次去了个小地方 演唱 那彭里云是什么人啊 中国 谁都知道的人物 可以说是 知名歌唱家 知名歌唱家 不能这么说 最知名的歌唱家之一 最知名 一号歌唱家 知名家前面还加一个在 彭里云 对吧 那个时候 所以彭里云都去唱这个 去唱歌 那可见 他们的私人关系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对 那个时候啊 这个 习近平啊 陪同妈妈在这个 这个 杭州啊 省委大院里面散步 哎 他妈妈就说你看 蔡奇是个孝子 大孝子 这个老太太和老头啊 都很责打 都以赞扬别人为孝子的命运 来点自己的孩子 对 其实习家 确实是孝敬父母 这个是 这是我所知道的 对吧 大家可能也有所而闻 所以这个呢 多多因素加在一起 这个蔡奇就得到了一个中用 但是这个照片里面 没有蔡奇 因为有蔡奇的话 蔡奇那个个子特别高 对一下就认出来 认出来 所以蔡奇没在这个里面 丁确强讲了 蔡奇讲了 李强大家不用说了 还有谁啊 李希嘛 李希刚刚也讲过了 那是不是大家都已经 讲得差不多了 这个照片就已经 解构得非常清楚了 解构得清楚了 其他 另外三个人 其实都不重要 什么王成元啊 什么什么 深圳奉啊 什么 这三个都没有上去 我的意思是说 习近平现在挑选的 这些人里面呢 是他的帮派的一个人 从心到地 小老地 没有问题 这些人真称他也没有问题 对吧 习近平的权力的稳定性 也寄予希望 与这些人一起跟他守 也没有问题 就是多数人 跟他一起打江山的人 也未必能够啊 每个人都东上元帅 每个人都当上副总理 也没有事 跟着老毛一起闹革命的多了去了 每个人都爬在前五位吗 那提示会 没有 所以 但是呢 因为有了现在的这个李希 蔡奇 丁瑞强 还有这样 所有的 李强 李强这些关系 老毛都没有这种基础啊 对 老江当年从上海拉过来 也就是父子比较多啊 嗯 所以习近平的权力稳固的程度 是中共建政以来 至少是中共建政以来 最牛的一个人 对 我在十年以前 就七八年以前 开始讲这个东西 很多朋友都被威了 认为老毛就是有权力 老毛叫有威 权威 习近平叫有权 有利 这个大家也搞清楚 对 除非这几个兄弟闹矛盾 我认为呢 小矛盾小猫妮 但是是可能的 但是你要真正闹过天花地虎 兄弟就把你给灭了 腥风作浪 因为你这个里面的人多了 还不仅是四人帮啊 八人帮 我们上次讲了 八人帮四人帮都有 百人帮都有的 对呀王小红 对呀 对吧 何立峰 对不对 这两个也是铁杆啊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 请要记住一点 你不要以为跟他是跟班 你就会注意 对 我刚才讲的 几个人王成元啊 孙中方啊 还有这个徐国曾 后来就没认上去嘛 没错 那还有刘鹤 跟他是同学 刘鹤也是 没有继续下去啊 对 也没有升上去啊 他在浙江不断地换人 他在中央也不断地换人 他的那个中班主任已经换在多少个了 对吧 只有他还在台上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人物 所谓的浙江帮 福建帮 上海人 上海帮 也不仅在下一届还在台上 没错 他要牺牲谁 他就可以牺牲谁 对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 要搞清楚 对 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 就是不要对中国的体制啊 什么政变啊 什么这个闹毛的啊 抱什么幻想 有抱什么幻想 中国是革命没有希望 政变没有希望 对 只能靠这个上帝给习近平灵光 这个则是大家祈祷的事情 所以习近平现在能是他现在 在大会堂里面开会的 基本上都是习家吧 你要说都是习家军 全部在那了 对 那习近平现在 这一次两会呢 有一个前几年啊 或者前好几年的两会 没看到过的一个场面 就是可以贴一个牌表 叫一团和气 起码他们三个人 你说他是个帮派嘛 有的时候你在帮派里面 你可以看到人情味 你比如这次两会 昨天中共官方媒体的新闻的画面当中 习近平 李强跟蔡奇 有说有笑啊 一团和气 那之前在李克强时期 你几乎没有看到过他 他们来什么交流啊 那之前有交流那个温家宝 跟胡锦涛有交流 也是有说有笑 但是那更多可能是表演 一种秀 但是今天看到就李强也好 还是蔡奇也好 有委屈的 没错 这是没有问题 那么李强不会 李强能够当总理就不错了 走上去已经烧香了 对吧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人我曾经讲过嘛 十几年下都已经讲过 我就没有老习 他们就是厅局长特休 或者是副省长 省委书记特休就拉到了 顶多省委书记 对 有了习现在什么人物啊 对吧 一个一个都是国家领导人啊 对不对 他难不高兴吗 发自内心的高兴 是啊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 把这个总理技术会拿掉之后 对李强来说如释重负啊 对 少了很多惹麻烦的机会 是 少了很多被人家炒作的机会 甚至少了很多被旁边那些所谓的同僚的人捅刀子的机会 对啊 对啊 所以大家都很明白 所有的风头都应该是封锦那边的 对 封锦顶上最好 对对 不跟你没关系 你待会去抢这个东西 只会举字叫你说 跟我去挡枪 这个时候你可以到风口浪尖 你只有欣赏风景的权利 对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